我背后这辆车就是麦卡尔兔兔兔一台全新的混动车跑 那今天我们来看它什么呢 我们来看你的BIA弄下来看它的车机表现到底如何 我们来浅看一下这辆麦卡尔兔兔兔的内饰 本来我是想来体验它的一个车机的超跑体验车机 是不是很有趣头 但是因为这辆车是个工程车 而且它没有电 所以所有屏幕都不能亮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整个内设设计 那麦卡尔的内设设计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跟像GT车型一样 就是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仪表 这个仪表大概是80层 然后功能其实也就是导航 然后你可以连它来放点歌之类的吧 不过它旁边的旋钮 我觉得这个旋钮可能是来调音量来选歌使用的 也算是一个尸体按键 然后换导的话就在下方这个区 这个区看起来还是挺战的 不过它背架比较小 整个两个背架 实用性还是有的 包括整个辅助枪 我觉得一包餐一只都放不了 然后我正前放的就是最重要位置 就是一个驾驶位置 它前面是一个10英寸的TFT的一个仪表 不过它跟720S这种车型不一样 720S是可以翻转的 有个战斗模式 但这台车没有 不过它把720S上上面那个飘一的按键 放在了这个位置 包括像两边都是可以调节一些驾驶模式 都在两边 看起来确实很战斗 另外一点 麦卡的方向盘其实跟法力的设计套路完全不一样 法力现在车型像296GTB 它方向盘上有很多的 密码的一些按键 包括湿天按键 包括一些物理按键 这样调节你的赛道的一个模式 包括一些其他调节 但是麦卡仁抽行 基本上都是没有多能方向盘的 一个阿赫塔罗的一个盘面 这应该是个标配吧 如果选装 你可以选装到更高碳纤维 然后包括整个拨杆 包括整个上方的都是一个碳纤维材质 所以坐在这辆Altura内饰呢 你感觉会比 我觉得会比296GTB感觉更加的战斗一点吧 最后呢 再来感受一下这辆Altura一个视野吧 因为上次开麦卡仁GT呢 那台车给我的感受并不好 主要是因为它整个 但整个座舱导致 你的脚步空间的比较拥挤 虽然开起来有点难受 但这台车 首先脚步空间真的给个好评 你的脚呢 终于可以分的比较好开了 另外一点 整个车的视野是比较好的 包括这个后视镜呢 不像其他超跑 你可能后视镜真的没有用 因为后面有个巨大的发动机挡着 但因为这台车 它的发动机重心比较低 而且呢 它后面用了一个比较特别设计 所以这个后视镜真的是有用 当然对于这种超级跑车来说呢 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驾驶感受 前不久呢 我刚试驾过296GTB 也是一台V6的混动超跑 那对于这台车 我也是很期待 不过试驾呢 肯定等到了10月底 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辆车的一个驾驶感受 到底如何吧 感谢观看